近日,张长宁复出参加新赛季排超联赛的消息,已经得到确认。 为此,张长宁还剪了一头清爽的短发,并寓意从头再来。 不过,对于张长宁的复出,球迷们也是两种意见,一种是不看好其状态恢复,另一种则是抱有很大信心。 那么,张长宁回归,他能取代王云露的首发位置吗? 这一切,还要看张长宁在联赛中的状态。 两年时间没有打球,张长宁状态不会太好,弹跳成回归国家队关键。 2021年打完全运会,张长宁就一直没有打过球了。 对于排球运动员来说,有两年的时间没有进行过高强度的训练,比赛,这个恢复是很难的。 朱婷也有伤病,不过他一直在打比赛,状态恢复还是有保证的。 对蔡斌和国家队来说,张长宁复出的确是一个好消息,不过前提还是要看他能恢复到什么水平。 张长宁的伤病还是比较严重,韧带撕裂,半月板手术,这对于他的弹跳高度有非常大的影响。 与李莹莹、朱婷相比,张长宁主要靠自己的弹跳,用力量来突破,扣球的线路和手法变化相对较少。 如果弹跳下滑比较明显,甚至是跳不起来,那张长宁不要说回归国家队,就是联赛能不能在江苏打上首发主力都是个问题。 2018年女排施锦赛,张长宁由于膝伤未遇,失去弹跳,在对阵意大利比赛时,进攻只拿到一分。 弹跳成了张长宁回归国家队的第一个门槛。 对于张长宁的恢复,上至排管中心,下到江苏队,都给他找了专业的康复师。 不过,整个的恢复过程还是要靠他一步步慢慢提升上来。 王云露首发位置稳固,张长宁沦为第三主攻,复出是为了冲击巴黎奥运会。 由于王云露在奥运资格赛,亚运会进攻端表现非常糟糕,整个强攻能力一直没有太大的进步。 有球迷认为张长宁复出,王云露首发位置不保。 我个人觉得这个话,说的还是有些太早了。 首先,王云露没有太大的伤病,他进攻不下球,不是因为有伤, 而是上步节奏的问题。 世界联赛打美国那场比赛,王云露也打出了2米90的扣球高度。 其次,王云露在国家队两年时间,已经适应了整个的提速体系, 在一传,防守,发球上还算是合格的。 第三,蔡斌对王云露比较信任,对阵没有大力跳发能力的球队。 王云露就算自己进攻不下球,他能保证一传到位,蔡斌的复攻先行, 两边拉开战术,还是能打得出来的。 张长宁要想取代王云露首发,第一步就是在一传,防守,串联这些技术上, 恢复手感,至少在保障环节不能赐予王云露, 然后再看他在国内联赛中,扣球的成功率能够达到多少。 如果联赛进攻都不下球,张长宁取代王云露也不是不可能的。 由于朱廷明年四月份才能回归国家队,国内联赛结束后, 球员返回国家队,张长宁也只能排在李盈盈,王云露之后,位列第三主攻。 当然,吴梦杰如果联赛表现超预期,张长宁的位置还要排得更靠后一些。 同样是有伤病,张长宁恢复起来的难度,还是比朱廷要更大一些, 毕竟他已经两年多时间没有上赛场了。 张长宁最好的状态是在2019年世界杯,当时他的队内得分仅次于朱廷。 要想恢复到2019年时的水平,应该不太可能了。 重回中国女排,张长宁基本上应该是替补身份。 只要明年朱廷回归,中国女排的首发主攻,就是朱廷搭档李盈盈。 张长宁状态恢复好的话,也就是跟王云露竞争第三主攻的位置。 既然选择付出,张长宁肯定是为了明年的巴黎奥运会,并不是为了有一些穷迷所说的广告代言。 你看好张长宁恢复到最佳状态吗? 他重回女排的话,是首发主力,还是替补身份呢? 欢迎各位留言,探讨,感谢阅读。